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利 你好 你好 早晨 不如先聽聽電話 陳先生 主持人你好 早晨 我想問三十個月 那一隻是914 安徽海羅 另一隻是175吉里 另一隻是6881銀河證券 那三隻是沒有的 那我就想看三十個月 哪個價位是任何證券 好 好 打算是短暫操作 首先不如說一下 即安徽海羅方面的情況 水泥股 25.7%暫時下跌2%左右 今天便會除淨 都問你的情況如何 應該怎樣部署 對方安徽海羅的股價表現 好像有一點逐級下跌的意味 特別見到 先前炒過一陣 上到三十元的位置 主要是一些 城鎮化工作會議 相關的一些措施 會陸續續出台 但現階段來說 我們看到 工作會議可能會退後 也見到整個城鎮化規劃 可能要有一些時間重新去規劃 對於安徽海羅來說 亦有一個不太好的意味 再另外一件事 就是見到 國家環保政策出來的時候 可能對水泥股的一些相關 一些高污染行業方面 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我相信這位家庭觀眾 如果你想買安徽海羅的時候 不妨多等一會 我又會覺得 股價可能會一視低位 24.3這些位置 到時才慢慢再看這隻股票 我都會覺得 在24.3位置會有一定的防守力度 但如果你在觀望的態度當中 不妨在當中才好買入這隻股票 我自己定的目標價 就不是說太高 如果你說駁回反彈 24.3的時候 可以上回26.5這些位置 現階段來說 我就不建議買入這隻股票 好 之後還有就是吉利方面的情況 吉利汽車175 暫時來說 為何超過1% 報3.84 近來的汽車股都強勢 怎樣部署 我們見到 其實那個汽車的銷量方面 都是有一個穩步上升的趨勢 特別是當中 如果你說汽車板塊當中 這位家庭觀眾要留意 就不是一隻隻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投資資選 但吉利來說 尤其是內地的一些自主品牌 亦都做了一些比較小型的汽車 我會覺得 股價表現來說 或者前景上來說 是看得比較正面一點 3.84我覺得現價可以買入 現在的股價表現來說 都是橫行在一些不同的 10天線 20天線 或者50天線 中環交錯 現階段來說 要看回銷量的表現 才會有機會有一個明顯的突破 但如果你說看回股價的安全性 又或者是現階段的技術走勢來說 我覺得現價可以買入 駁回四個二作為一個目標價 好 之後就是6881 中國銀河證券 近來你講先上市 本身股來股5.58 暫時跌9先 這隻的前景方面又怎樣 如果你說看回銀河證券來說 其實你是駁回A股的持續向上 近來A股的確實勢做得不錯 本身銀河證券在股值上 跟現在本身其他的 譬如中信證券 又或者是海通證券在PB上 其實就不差太遠 本身的股值不是特別低 但如果你說買銀河證券 買的是一個中國金融改革 又或者是整個A股 會走上一個異微回到的時候 5.58我都覺得可以買入 放一個中線的目標價 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說 內地的金融股 譬如捐商、內險或內銀來說 反而是捐商的直撥空間比較大 如果擺放中線的投資選擇 我會擺放到六個半的位置 好 問完三者股份還有其他東西嗎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聽聽下位家庭觀眾就是胡小姐在旁邊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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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初次思念816 先 何時分 看見社每個資產 未有货可不可以买 如果你看回华电复生的股价表现 在本身的技术上 我建议胡超姐不如等多一会儿 虽然基本面来说 我觉得今年相关的一些行业 譬如说是华电复生 都做一些新能源的相关的发电项目 其实都会看好 但在股价表现来说 我的确有点失望 先看50天线 大概在两个一毫半里面 收不收得住 如果说50天线收不住的话 恐防股价会跌到两元这些位置 以本身的股价表现来说 可能要等一等 但当中如果说两个一毫半 甚至是两元这些位置 如果守稳的时候 我会觉得股价表现 有机会酝酿反弹 反弹来说 看两个三这些位置 好 还有问就是3988 中国银行 这只暂时就升一仙 报3.74 中国银行方面的情况有什么分析 看回内银股来说 近期也见到 本身的板块来说 会举较多些负面消息 亦见到内地 在做一些债市整顿 又或者相关的 一些负面的消息 陆陆陆陆陆陆陆出 我会觉得股价表现 有机会下跌到3.6这些位置 现阶段来说 本身的市况 其实见到港股 都有一个反复市 上落市的时候 资金其实我都觉得 会是一个炒股不炒市的意味 仍然比较浓郁 今天还要加上结算 我都会觉得 这位家庭观众 如果真的买中国银行 等下午结算之后 再看下一个月的市况 最初是怎样的时候 才买回中国银行的股份 好 胡小姐有没有其他补充的 是的 我相信816 刚才说 什么价位才可以入 如果你说看816来说 可以看大概两个一毫半 看看它收不收得住 如果不是这个价钱来说 我都觉得可以直播一拨 好 多谢先 多谢你胡小姐的电话 下一位家庭观众 就是关小姐旁边 早晨 早晨 你好 关小姐早晨 你好 我想问个3323 是 建材的 现在看到它不停下跌 入不入得过 是 建材的 水泥股 8.32 暂时跌 就是超过2% 那么多了 不过近期来说 水泥股真的不是太受欢迎 但是这些价位又很吸引 好吗 如果你说看中国建材 如果你说看 刚才和安徽海洛的分析差不多 其实近期 对于水泥股来说 都是有一个持续的跌势 成阵化的会议退后了 以现阶段来说 对于中国建材来说 比起安徽海洛没那么好 我就会觉得 财务状况会令人有点担忧 但是股价的波动性 一向都是非常之大 如果这位家庭观众 你是8.33 去看股份的时候 需要留意 我都觉得 本身的酝酿反弹的幅度 是在那里 可以先看 9元作为一个目标价 如果说中国建材 我刚才说到 财务状况 不是那么好 而本身的行业来说 由于先前 炒成阵化的概念 现在未在的时候 不妨等多一会 我就会觉得 看8元这些位置 作为一个初步目标价 博上去9元 但需要留意一样 要严守止蝕价 因为本身这只波幅 会比较大 未有一路一些 好消息的时候 其实本身的股价表现 大有机会反复向下 8元去买入的时候 看7.5元作为止蝕价 好 有没有其他东西 还有那个 三五八 江铜 是 江铜 江西铜 你这只不猜 15.02 有没有货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以前买过 好 跟进回来 暂时跌1% 15.02 这些又如何分析 如果江铜来说 近期的同价表现 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 见到那个股价 见到那个价钱来说 不断有一个反复下落 下滑的一个意味在回来 另一方面 见到那个铜的需求 又不是说 那么多的时候 我建议这位家庭观众 不如 看一看这只股份 我觉得观望会好一点 现阶段来说 未有一个 有因 又或者业绩方面 可以令到 江铜的股价 云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反弹 看回15.02的位置 其实你见到 股价表现 由21.95 也是逐级跌下来 我都恐慌 本身的股价 仍然是一个 沉底的格局 如果你看看江铜的股价 或者对股价上来说 我会先看起码15.02的位置 才会留意这只股票 似乎两只都一般 358和3323都可能等一等 没错 OK 好吗 关小姐 好 谢谢先打你电话支持 OK 我们也继续等会 其他家庭观众打来 或者email方面的查询 好 剩下时间 Harry 不如跟你跟进一下 煤炭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这个版本来说 今天都表现一般 全线都要下跌 亦都看回煤界的消息 尤其是 看到环渤海地区 5500大卡动力煤方面 综合平均价格 收报在每 610元人民币 较在之前 礼拜 亦都要再度跌1元 密都见到 会否有个足底的情况 因为看到 东力煤的价格 仍然都好像要跌 虽然未足底 但是下跌的势头 都越来越近 我先问一下 曼暂时 煤炭股 听很多分析 都说不要碰着 加上煤炭价格 还没有起息 传货方面又怎样 如果看回煤炭股的表现 很多家庭观众 都有打过来 问 究竟会不会有反弹的意味 其实看到煤炭价格 仍然是一个沉底的格局 最新的价格跌到610元 我记得上几个礼拜之前 还在615元 617元 这些位置 这方面 我都会觉得 对于煤炭股来说 特别是 风险比较高 少少的 比如中煤能源 甚至说 燕洲煤方面 的而且确大家 暂时都要回一回避 以本身来说 比起上几个礼拜的看法来说 如果有一个短线 反弹 反弹 我觉得都可以反弹 以现阶段 到25.5元 位置 反弹那样 就是说 中国再一次 说 会否 禁止其他煤入口 这些消息 反弹 我都会觉得 如果你是 比如说 看技术走势 在25元以下 这些位置买入的时候 反弹上去 26-27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直驳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看另外的两只 比如中煤能源 又或者是 本身 燕洲煤方面 我觉得直驳空间 就不是那么大 好 之前看到 就是49号 也有个低位 就是24.9 都是在25元以下 如果要买的话 可能都要等一等 现在暂时 可能比较高一点 好 谢谢Harry 在煤炭股方面的分析 和家庭观众 打来的电话支持 我们和你做新报 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的 好 谢谢Harry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阿郭老师和你聊天 说回大事方面的情况 又或者继续解答你们的问题 不要走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